这道题同学们老是弄错 咱们来看啊 这个人问说 How long can I have your dictionary 字面意思是 多久我能拥有你的字典 Dictionary是字典 意思就是我能够啥 借你的字典借多久 是不是 好回答了 说什么it 这it代表就是字典了 什么it till next term 直到下个学期 那好 那通过你就是不看选项同学们 你也能够感受到 这肯定是前个动词 叫什么 怎么着他到下个学期 那就是能够什么 能够借到下个学期 对不对 但是我们会发现 A选项hold 叫握着持着他 B选项take 叫携带着 C选项 叫返还他 D选项keep 叫持有保存他 同学们 那你说咱们是选啥呀 你是要握着他 握到下个学期 还是要带着他 带着下个学期 是吧 还是return叫下学期 还 还是keep 持有他 持到下个学期 同学们 你觉得应该填啥呀 不知道同学说是 C选项 同学们 C选项是不对的 是返还他直到 那啥意思 一直反 反到下个学期 就一直 我要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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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感觉 那么B选项 我觉得你也不会选 是不是 A选项是什么 你握着他 握到下个学期吗 而D选项是什么 你持有他 直到下个学期 所以说同学们 留言区告诉我 你选啥 咱们来说说